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普京和习近平密谈 拜登访中东前加沙医院爆炸 疑点重重 哈马斯头目哈尼亚在加沙的住所被炸 14名亲属死亡 以色列准备地面进攻 大量军车集结在边境 在进入话题之前 首先感谢网友温稳对我们的爱心支持 为期两天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 17日 普京抵达北京 18日上午 习近平与普京举行会谈 据中共官媒报道 习近平对普京说 2013年至今的10年里 我同总统先生先后42次会晤 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深厚友谊 并称 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 普京表示 在当前的艰难环境下 俄中两国密切协调外交政策很必要 到今年提 俄中的贸易额将突破2000亿美元 分析认为 这次习普会 双方抱团取暖 各取所需 中国高调自我宣传 实际上双方的日子都很难过 中国问题专家王鹤表示 俄罗斯困在俄乌战争里面 而中国的国际处境也很孤立 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互相给对方提供一个国际舞台 对外显示双方的紧密团结 显示双方在国际上还有一定的分量 还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普京在来访之前 对习近平大为吹捧 俄罗斯陷入到了战争的泥潭之中 拖到了现在 俄国的整个国力都快要拖垮了 俄罗斯无论在经济上 还是在军事物资等方面 都不得不依赖于中共的支援 在这种时候 普京不得不甘愿当习近平的小弟 所以他才对习近平大加吹捧 而且 这次哈义战争爆发以后 普京已经尝到了甜头 俄罗斯那边的压力马上就减轻了很多 全世界的舆论焦点 全都集中到以色列身上去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普京觉得自己轻松了很多 在普希会前夕 俄方称 普京将与习近平单独密谈 两人将讨论双方需要紧急合作的事项 及国际重大问题 评论人士梁绍华推测说 这次密谈的很大一部分内容 可能就是要加强中国的武器出售 因为目前没有其他国家 能够提供大量的俄罗斯能使用的武器 毕竟中俄之间的武器的制式和规格都是类似的 使用起来没有障碍 其他国家也不会卖给俄罗斯 英媒8月调查发现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俄罗斯企业 包括遭到制裁的导弹发射器 装甲车 甚至战略轰炸机的生产厂商 都收到中国成千上万批次的物资 上个月 金正恩乘私人装甲列车 去俄罗斯与普京会面 双方达成合作关系 俄国宣称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 却要让朝鲜来给他提供军事物资的帮助 评论人士唐靖远表示 在我看来 朝鲜就是个二道贩子 真正的这些物资应当都是从中共这边 透过朝鲜转轴给俄罗斯的 这样一来 中共就可以避开被美国制裁 也避开和美国直接交互 分析认为 中共为普京提供武器的同时 也在趁机对俄罗斯敲主杠 梁绍华表示 之前很多技术 俄罗斯不愿意转让 比如发动机 还有航空类的技术 这次中国可以趁机要求更多的技术转让 还有在国际制裁下 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遇到很大障碍 能买的国家比较少 它继续找替补 除了印度就是中国 中国需要大量的石油天然气 美媒披露 中共借西方制裁俄罗斯 伊朗等产油国得利 原油进口量创纪录 9个月内节省了100亿美元 拜登抵达以色列前夕 加沙一家医院突然遭轰炸 酿数百人死亡 引爆全球穆斯林的怒火 以色列指控 爆炸是一个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所为 拜登与周三提达 特拉维夫访问 对以色列表达支持 周二晚签 加沙市阿赫利 阿拉伯医院突然发生爆炸 当时拜登已登上飞往以色列的飞机 爆炸发生后 中东地区几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 立即推迟了与拜登的会晤 分析认为 阿赫利医院爆炸 可能是给拜登这次访问搅局 巴勒斯坦当局宣称 医院爆炸造成约500人死亡 其中大多处是流离失所的家庭 病人 儿童和妇女 随即指责 以色列对该家医院发动的袭击 云云 以色列军方 否认了这个说法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哈加利说 这起攻击来源于加沙地区 无人机拍摄的画面 雷达资讯和加沙武装分子的录音 都表明是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射的火箭弹所致 有人质疑 武装分子的火箭弹 没有那么大的威力 哈加利解释说 火箭推进器产生了 比弹头本身更强大的爆炸 因此造成损害 我们看到的爆炸火光 其实是周围车辆燃烧的状况 以色列国防军18日在网上公布了 武装分子的对话录音与相关画面 并附上英文字幕 当天傍晚6点15分 哈马斯先向以色列发射了一连串火箭弹 6点59分 换成伊斯兰圣战组织接手 继续发射了大约10枚火箭弹 结果击中了阿赫里医院的停车场 然后医院发生了车辆燃爆 以色列军方公布的一段对话录音显示 武装分子在对话中承认发射失误 这段录音据说是哈马斯成员之间的对话 对话中提到 伊斯兰圣战组织 从阿赫里医院后方另家医院的 墓园发射火箭弹 其中一枚发射失败 掉在阿赫里医院 哈加利说 在阿赫里医院发生爆炸时 以色列在父亲没有发动任何海上陆地和空中袭击 医院周围建筑物并无结构性质的损坏 也没有留下空袭后的荡坑 网友内森18日在X平台上发文表示 从医院被破坏后的现场来看 死亡人数应该不会有500人 他指出 一张照片显示 阿赫里医院绝大多数的损坏 是由火灾造成 只有三辆车有明显的损坏迹象 附近相距10米范围内的车 大多都被受损 若是导致500多人伤亡的爆炸 应该附近车辆都被毁坏才对 据悉 哈马斯的火箭弹 一直都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 他们此前所发射的大量的火箭弹 有高达30%到40%都是失败的 并且往往都会坠落在 加沙附近爆炸 哈加里说 在过去11天内 哈马斯发射的大量火箭弹之中 有450枚 没能成功飞入以色列 而是落在加沙走廊 以色列还没开始发动地面进攻 当前他在加紧对哈马斯的高层 实施定点打击 17日 哈马斯联亡头目哈尼亚 在加沙的一处住所被炸 多名亲属死亡 加沙地带卫生当局宣布 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市 谢赫拉德万街区的空袭 造成哈尼亚的14名亲属死亡 其中包括他的兄弟和侄子 哈尼亚是哈马斯的领导人 自2006年以来 他一直担任巴勒斯坦总理 2017年 当选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 哈尼亚自愿硫磺 在土耳其和卡塔尔生活 他目前住在卡塔尔 并设有一个受海湾阿拉伯国家政府保护的办公室 多年来 他和家人在卡塔尔过着轻松富有的生活 他也因此一直受到许多巴勒斯坦人的指责 由于哈尼亚和哈马斯政府的其他部长 对加沙经济的控制 以及对埃及进口到加沙地带货户 征收高额税金 使他积累了大批财富 沙特杂志 埃尔马哈勒报道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一名高级官员称 走私市场使1700名哈马斯高级官员 变成了百万富翁 埃及杂志 Rose O. Yousef报道 2010年哈尼亚以其女婿的名义 花400万美元在加沙海滨购买了一块土地 此后 哈尼亚在加沙地带又购买了多套公寓 别墅和建筑物 并登记在其孩子们的名下 她有13个孩子 她奢华的生活与加沙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 加沙地带大约有一半人口失业 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之一 2021年 人均GDP为5600美元 以色列国防军 最近几天 暗杀了几名哈马斯指挥官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17日警告哈马斯成员 他们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要么无条件投降 没有第三种选择 我们将消灭哈马斯组织 并摧毁其所有能力 分析人士认为 以色列当然不太可能 把4万多哈马斯的恐怖分子 全都消灭掉 但是以色列至少要把哈马斯的军事能力 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包括他对加沙的控制权 全部都把他解除掉 然后把加沙移交给 比如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法塔赫来进行管理 因为法塔赫相对来说 比较温和一点 这样的话 以色列至少可以确保 自己有一个相对和平的邻居 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美国卫星营运商星球实验室公司 15日拍摄的视频 显示以色列在距离加沙地带 北部边界约6公里处 似乎部署了大量军车 日经亚洲分析 以色列可能正在边境 10公里范围内部署5例 准备发动地面进攻 视频显示 约400辆军车已集结在以色列边境 现在以色列军队的动员工作 已经完成了 有36万名预备人员 军队总人数超过了50万人 40多年来 以色列第一次召集了整个装甲部队 从仓库里面 把库存的坦克都拉出来了 这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 尽管以军出于行动安全的考虑 没有透露数量 但外界推断 以色列装甲部队 至少有1000多辆逐战坦克 伊朗是哈马斯的主要金援和军援 随着事态发展 如果伊朗和珍珠党都参战 那么以色列就将面临多线作战 世界报表示 普京入侵乌克兰 已经使美国和北约的财政和军事资源 着金箭援 而以色列正面临着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应对战争的威胁 不能排除的是 西方陷入疲于应对之际 北京会看准机会通过军事手段攻打台湾 世界报还警告说 一旦局势失控 一场世界大战将在所难免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世事变幻 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